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支点 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及其综合协调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开始具体介绍了 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 我们要采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当然还有其他的产业政策呀 收入政策等等 但是那些政策跟这两个比起来 就没有那么的重要了 所以在这个支点里面 重点掌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以及各自都包含什么样的工具 一定要熟练把握 另外还得掌握宏观调控的综合协调 刚才我们说了 不仅要采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其实还要采用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等 各种政策是协调去作用的 那么在选择各种政策的时候 我们应当依据什么样的要求去选择呢 这个地方也要留意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相应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它就是跟财政有关 那财政无非就是财政的收入、财政的支出 以及这个预算平衡的问题 还有国家债务等等 像这些构成了我们的财政政策的体系 所以注意整个体系 它包括的内容很多 有收入方面、有知识方面 有预算平衡的 还有国家的债务方面的 这都是属于我们财政政策的体系内容 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 财政收入政策的主要内容 我们后面章节会介绍财政收入 会介绍财政支出 那在这里面提前来说一下 财政收入就是说大家想一下国家的钱从哪来 有税收、有发行国债的收入 还有一些什么利润的收入 还有一些其他收入 但注意最主要的是什么 那显然谁都能回来 最主要的肯定是靠税收收上来 所以我们后面会教给大家 咱们国家财政收入90%都是依靠税收收上来的 所以你看一下 财政收入政策的主要内容 就是由税种和税率所构成的税收政策 那这个就很容易了 税种有很多消费税、增值税 还有像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等等 房产税等等 税种有非常多 那不同的税种 我们对那税率也是不一样的 相应的税种和税率 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税收政策 再来看一下支出 那支出都是支出在哪些方面呢 那最主要的支出肯定就是政府的各项预算要进行拨款的 你包括我们给国防拨多少钱 给教育拨多少钱 给医疗拨多少钱 这都是我们政府在花钱 就是我们财政支出的一些问题 第四个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手段之一 因为我们刚才也说了 最重要的政策有两个 一个是财政政策 一个是货贸政策 所以谈其中一个那都是最重要之一 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财政政策它调控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直接参与分配 对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节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我们在前面谈过初次分配 谈过再分配 我们在谈初次分配的时候 分配的主体往往就是企业居民和国家 而且国家往往都是以收税的形式 拿到相应的初次分配的 所以你看国家是直接参与我们的分配的 而且如果国家想掌握更多的资源 它就会把税率定高 那么相应的能收上来的钱就更多 那么它想支持哪一个领域的发展 可能就往哪个领域投更多的钱 所以你看一下 能够以国家的这种税收收入的形式 或财政支出的形式去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的 从而保证我们整个经济是健康稳定去增长的 第二个作用 通过财政收支流向的控制 对社会总供求的结构来进行调节 我们的目标还要实现结构的优化 这个千万不要忘了 第三个 通过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控制 调节初次分配的格局 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只要看到再分配 那你要想了 国家为什么进行再分配 那是因为在进行初次分配的时候 可能不是特别的公平 因此为了尽量的缩小贫富差距 为了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我们才有这种再分配 你包括给贫困的地区 贫困的人群以资金支持 这都是国家再分配的一些职能 目的就是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所以你看一下 整个财政政策就在谈 国家如何把钱拿到手里 又如何把这些钱花出去 当然拿钱跟花钱 不像我们个人的这种行为 因为国家的行为将牵扯到 整个经济是否能够正常运转的问题 所以他得考虑 总需求和总供给是否均衡的问题 还得考虑需求和供给相的这个结构 是不是优化的问题 还有就是全社会有没有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问题 所以无非来来回就在谈这三件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重点学习的是 财政政策的手段 就是哪些属于财政政策的手段呢 这是重要的多选题考点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财政政策 那就是围绕着政府的收和政府的支去谈的 那政府的收和支相应的一个计划叫什么 叫国家预算 我们后面还会介绍到预算的问题 所谓预算就是政府要编制 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一个计划表 这就叫一个国家预算了 那么相应的收和支分别有什么呢 相应的收主要有两个 一个就是税收 一个就是发行国债 当然还有其他的但其他占比太小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主要就是列税收和国债 那么怎么去花钱就支出这块呢 主要有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 财政补贴这块非常简单 比方说给那些贫困的地区和人群 我们给予财政补贴就是免费给的 这是体现了我们进行再分配的时候 收入分配差距一个缩小的一个问题 另外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也是资金免费给的 你比方说各政府他们之间的这种收入 是有差距的 那么相应的中央政府可能就会给某一个地方政府 以财政支持 那这笔资金也是免费给的 这叫转移支付 所以你看一下 第一个呢是收支总计划的问题 二和三呢就是收入的问题 就是钱从哪来 一个是税收 一个是国债 四和五呢就是支出的问题 把这些钱怎么花出去的 主要就是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去花出去的 所以我们在记财政政策手段的时候 先记一个总的 我要做一个国家整个收入支出的计划表 这叫国家预算 那么收从哪来呀 主要就是税收和国债 那么支呢就是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 那按照这种思路呢 我们就把这五点记得非常清楚了 这五点容易出多选题 大家一定要掌握清楚 接下来再来看看财政政策的类型 类型无非就三种 第一种叫平衡财政政策 第二种叫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第三种叫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所谓平衡财政政策 那很显然 政府的收和支大概是相等的 那么什么情况下 我们才采用平衡财政政策呢 很显然 社会上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相等 因此不太需要我们说 是多花还是说少花的问题 所以这块你就大概的收入等于支出就可以了 这叫中性的财政政策 也叫平衡财政政策 第二种叫盈余财政政策 站在国家的角度去说 钱没花完有盈余 这叫盈余财政政策 但你看一下 刚才我说 这站在国家或站在政府的角度去说的 你钱没花完 但如果你站在社会角度来说呢 那钱都在国家手里攥着 那社会上相应的社会主体手里钱肯定就少了 钱少了之后 这属于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那么什么情况下 我们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时候 也就是现在社会上的需求过望了 需求过望之后 我们得控制需求 如何控制需求啊 我们让老百姓手里的钱更少一些 他们的消费的需求不就被控制住了吗 所以怎么让他们钱少 可以增加税收 可以减少财政支出 增加税收非常简单 我原来收100块钱的税 现在呢 翻倍了 收200块钱的税 你看老百姓手里的钱 不就少了100块吗 所以 钱少了之后 你的需求是能够被控制下来的 第二个减少财政支出 就是政府 你在往外花钱的时候 你控制一下 原来给社会花200块钱 你现在就给他花100块钱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一下 老百姓手里的钱 那不还是少了吗 因此 当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需要去控制需求的时候 我们才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你就记住了 就要让社会主体的手里的钱变少就行了 怎么能变少呢 多输税 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 不就可以了吗 第三种叫赤字财政策 所谓赤字财政策 你站在政府的角度去说 不够花的了 那站在社会角度来说呢 这叫扩张性的财政策 你看政府的钱都不够花了 说明花超了 说明花在全社会主体的钱特别的多 这叫扩张性财政策 什么情况下需要政府大力的投入呢 当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时候 你看现在需求不足了 我们得想办法去拉动内需啊 你得让老百姓手里钱多起来 他们才能够更多去消费啊 所以怎么去拉动内需的 减少税收 减少税收之后 老百姓手里的钱不就更多了吗 更多之后 我们能够更多进行消费了 我们的需求自然的被拉动起来 另外增加财政支出 国家你多往社会上花点钱 你手里少拿点钱 那不就刺激了整体的需求吗 所以你看一下 相应的这节里面的思路啊 我们只要理解了 根本就不用去记它 如果你不理解 非得去应记 这很难的 所以这块呢 我希望大家掌握住 我们学习的方法和思路 当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的时候 那好了 你的财政支出大低等于财政收入就可以了 这叫平衡财政政策 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时候 那就是需求过热 我们得控制需求 不能让大家有这么多的消费的欲望 怎么办 减少大家手中的钱 怎么减少呢 多收税 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 这就叫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站在政府角度的 这叫盈余财政策 没花完都拿在国家手里了 第三种情况 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时候 就是需求不足 需要我们去拉动内需的时候 你得让大家手里钱多一点 怎么让他钱多啊 你少收点税 你也多增加点财政支出 那么全社会老百姓手里的钱不就多了吗 他们就能够进行相对一个消费了 需求就能够被刺激起来 这叫扩张性的财政策 所以把这三种类型对应的要记清楚 当然考试的时候 一般会考扩张性或紧缩性的 不太会搞这种平衡性的 因为这种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难度 所以后两个大家理清楚思路 到底什么情况下紧缩性的 什么情况下扩张性的 一定要弄懂啊 另外这个名字 它是相反的一个意思 盈余财政策 这是站在政府或国家角度去考虑的 手里的钱没花完 那如果站在社会角度 这是紧缩性的了 所以把这些细节一定要弄透彻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 那就是跟钱的供应量有直接关系了 刚才谈财政政策 那都是跟政府的收合支有关的 现在跟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有极大关系 就是跟钱有直接关系了 钱多还是钱少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国家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目标而采取的 控制和调节货币数量 信贷规模和利率水平 以及稳定币值的一种经济政策 你看一下 不管是直接调控货币政策 还是通过信贷规模去控制社会上的货币数量 还是通过利率水平的调高调低来控制 总之呢 都是在调整这个货币的数量问题 它是由信贷政策 利率政策 汇率政策等具体的政策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政策体系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范畴的 提到信贷的问题 提到利率的问题 汇率的问题 那都是跟钱有直接关系 都属于货币政策内容 不要混了 跟我们前面的财政策的内容 一定要区分开 考试的时候非常爱这么考 下列属于财政政策手段的事 那中间混杂着这些货币政策的手段 那你一定要弄清楚 还有下列属于货币政策手段的事 那可能也会掺杂着财政政策手段 一定要区分开 第三个一般是由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 这个地方可能会出单选题的 注意一般在一个国家 唯一具有货币发行权的就是中央银行了 所以跟钱有关系的 那肯定是央行来制定和执行的 这个地方按单选题考点来掌握 另外货币政策同样也是最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之一 那这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按照相同的重要程度去把握清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货币政策它的调控作用和手段 先来看目标 目标就是保持币值的稳定 并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我们知道当货币的供应量大抵等于货币的需求量的时候 我们的币值一般是稳定的 否则的话 货币的供应量过多可能会贬值 货币的供应量过少呢 又可能会升值 所以这块我们的货币政策调控的一个目标 那就是首先你得保证币值的一个稳定 币值稳定之后 那相应的物价才能得到稳定 经济才能实现相应的增长一个问题 所以你看并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 这是它的目标 把握下 再来看一下它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 通过调控货币供应总量 来调节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问题 我们之前在谈这个总需求和总供给 其实也就是从老百姓手里面钱来说的 如果老百姓手里的钱特别多 那当然它就有消费的一个需求了 所以你看社会总需求就能拉动起来 所以我们前面谈的这些货币的数量 跟现在谈的这些社会总需求 它是有这种逻辑关系的 第二个 通过调控利率和货币供应量 来控制通货膨胀的问题 当货币供应量大于了货币需求量 就是你印的钱印多了 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 而且我们也知道出现通货膨胀之后 会给整个经济带来很大的一个破坏 包括物价可能就会飞涨 那甚至凑序其他的各种经济秩序 都会得到破坏的 所以你看我们控制住了通货膨胀 那基本上就能保持物价总水平的一个稳定 否则的话一旦出现通货膨胀 物价肯定要上涨的 第三个 通过对利率的调节 来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 这个是怎么影响的 假如现在我们说银行的存款利率非常的高 比你做其他投资都高 那你想想把钱存到银行又安全 收益还非常高 那理性的消费者 那肯定把钱存到银行 所以你看储蓄的倾向不就强了吗 那可能消费的倾向不就弱了一些吗 相反 如果现在利率调低了呢 那可能更多的人去消费了 那么储蓄就变少了 第四个引导储蓄向投资去转化 依然是可以通过这种利率的调低调高来控制的 假如我们现在贷款的利率调的比较低 那你想一下 你贷款去投资成本是很低的 所以很多的社会主体都会通过贷款去进行向一个投资 因此就把储蓄向投资进行了一个转化 你看一下通过利率的调节 我们可以引导储蓄向投资进行一个转化的 第五通过干预汇率来调节国际收支的状况 我们前面讲了相应的顺差的时候 相应的逆差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什么升值贬值的问题 所以我们反过来 我们去干预汇率 让这个人民币去升值 或让人民币去贬值 那自然也会导向于我们想要的一个国际收支的平衡的问题 所以这块国际收支状况 也能够通过货币政策进行一个调控 这是我们谈的货币政策调控的五个方面的作用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工具又被我们称为三大法宝 这三大法宝是重要的考试考点所在 可以出多选题直接问你 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哪几个三大法宝 务必要记清楚 存款准备金率 再贴线率 以及公开市场业务 除了掌握住三者的名称之外 你还得理解 那什么叫存款准备金率 什么叫再贴线率 什么叫公开市场操作 那么相应的存款准备金率调高还是调低 对应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调控的思路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剖析一下 所谓存款准备金率 也就是商业银行吸收存款之后 你不能马上把这些钱都放贷出去 因为你后面有些人是要来取钱的 或者说我们要进行相应的资金清算的 那这个时候你不能把所有钱都放贷出去 你得把一部分钱预留出来 应对那些来取钱 或者说进行资金清算的人 所以你要把这部分钱交给央行去保管 先准备起来 这叫存款准备金率 因此我们先理解它的这个概念 那显然如果央行要求你上交的存款准备金越多 那你能够放贷的钱不就越少了吗 所以你看一下作为这个准备金 如果央行要求你交10%跟你交20% 那这个比例是不同的 如果说要求你交10%的存款准备金 那么你想想你吸收上来100万 好了交10万块给央行 另外90万是可以放贷的 而把这个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0%之后呢 你吸收100万的存款 你得交20万给央行做准备 其中80万才能拿出去放贷 很显然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就决定了 能够去放贷的金额是不一样的 而且存款准备金率越高 你能够放贷的金额当然是越小的 它俩是反比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能看出来 当存款准备金率提高的时候 这属于一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因为社会上的钱少了 少了不就是一种紧缩的这种动作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把这个概念剖析完 顺便把这个思路要理清楚 第二个叫再贴线率 什么叫再贴线率呢 再贴线率跟贴线啊 一定要分清楚 所谓贴线 那就是企业拿着上未到期的票据 找商业银行去兑钱 相当于呢 拿着这个票据作为一个质押物 来申请一笔贷款 那既然这个票据还没到期 那我不能按照全部的利息给你 所以我得扣掉一部分利息吧 因此被扣掉就叫贴线率 如果商业银行再拿着这个未到期的票据找央行去申请贷款 这就叫再贴线 那对应的 既然没到期 央行也会扣掉一部分的利息 被扣掉就叫再贴线 那么相应的被扣掉的除了它的总金额叫再贴线率 所以你看一下 央行扣掉的越多 你能够放贷的不就越少了吗 因此第二个思路跟第一个思路是一样的 再贴线率越高 那么商业银行再向央行进行再贴线的时候被扣掉就越多 你能用于放贷就越少 所以属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反之再贴线率变低的话呢 这属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了 因此不仅要了解这个概念 还要知道这个再贴线率提高以及降低 分别对应的是什么样的货币政策 也得弄清楚 第三个叫公开市场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呢 在有价证券市场上公开进行有价证券的买卖 大家想一下 假如我现在是中央银行 我到市场上去买有价证券 我得把钱掏出来给你吧 所以你看这个钱就被放到了市场当中 市场当中的钱多了 这属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相反 我现在还是中央银行 我要去卖这些有价证券了 我把有价证券卖出去 你得给我钱 你才能从我手中买 所以钱被回轮到我的手里 算在央行手里之后 你看一下 社会当中流通的钱是不是就少了 所以在市场上去卖出有价证券的话呢 这是相当于回笼了货币 那么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所以你看 我们在讲解这些概念同时 也把到底是紧缩的 还是扩张的进行了一个分析 而且通过这个分析 大家能看出来 没有一个说是冯老师先背下来 然后再去讲的 而是说我们先理解透彻 什么叫存款准备金率 我知道了 商业银行吸收来存款 不能全都放贷 得交一部分给央行 那么你交的越多 你有一放贷的就越少了 那收入上的钱当然就越少了 所以你看一下 是成反比一个关系 所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属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另外再贴线率 再贴线率是商业银行 拿着未到期的票据 找央行去贴线的时候 被扣掉的那个利息 扣的越多 我们的再贴线率就越高 所以用于放贷的不就越少了吗 也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公开市场业务 是中央银行以一个市场主体的身份 公开买卖有价证券 你就想 他买的时候 他要拿钱出去 才能把有价证券买在手里 所以属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他卖的时候呢 把有价证券卖出 那么社会主体 你得把钱交给央行才可以 所以央行把钱扣掉到手中 这是属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所以你看通过这样的思路 我们就把这三大法宝给记住了 那么考试的时候 可能会出多选题 问货币政策工具有哪些 存款准备金率 再提现率 公开市场操作 另外还有可能会考察 具体这种调高存款准备金率 调高再提现率 到底属于扩张性的 还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等等 这样的细化的考察 大家也要掌握清楚 而且要先理解 再去把握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货币政策类型 跟我们前面讲的财政政策类型 刚好是对应的一个思路 当货币的总供求大体平衡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呢 采用均衡性的货币政策 就可以了 也不用说过多的去投放货币 第二种情况 当货币供应量大大超过客观需求的时候 注意此时需求不足啊 我们得刺激需求 怎么刺激需求的 我们给全社会投放更多的货币 让老百姓手里有更多的钱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你看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那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前面分析完是什么 那就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降低再提现率 还有就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当货币供应量小于客观需求量的时候 注意此时需求太大了 我们得抑制总需求 抑制总需求的话 就让老百姓手里的钱少一点 怎么去抑制它 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你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提高再提现率 以及在公开市场上 卖出有押证券 你看这都属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这是我们谈的货币政策的类型 我们再来看一下宏观调控的综合协调 我们前面重点讲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 不仅仅采用这两种政策 还结合着产业政策 收入政策 投资政策 消费政策 以及对外经济的等等 要联合综合使用各种政策 他们共成了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体系 那么注意了 我们这么多的政策 那在选择的时候 有什么样一个要求 这16个字按照多选题要熟练把握 首先第一个目标得统一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一个宏观调控的目标 定好目标之后 我们再来定到底选什么样一个政策 你比方说现在经济过热 我们要控制经济过热的情况 我们得抑制需求 那先定好这个目标 目标统一之后 开始选政策了 政策你还得协调 你各个政策 你起的作用应该差不多才行 你不能说这个政策是扩张的 那个政策呢 又是紧缩的 两者本身就把各自作用下中和了 那对我们想要抑制住总需 这件事都起不到什么作用 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 所以政策之间呢 得协调 第三个功能还得互补 我们知道 不管是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还是什么产业政策 他们各个政策 有它主要的一些功能的方向 当然有一些缺陷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些政策的时候呢 一定要优势互补 要扬长臂短 要把这些政策最综合最全面的给他充分的功能互补 利用起来 第四个 适时适度 我们选择这些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 把握住时机 不能说经济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们才想起来要进行宏观调控的 另外还得适度 你不能过激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前面谈这个货币政策的时候呢 没给大家进行细化 因为我们这本书要求的并不是那么深 那其他的一些经济学里面的资料呢 其实挖的是比较深的 你包括某一个货币政策 他如果采用的话 有什么样的一个缺陷 又有什么一个优点 有一些政策的采用 可能是要效太过猛烈的 可能会给经济带来负面的一些影响的 咱们这本书没介绍 但大家得知道 我们采用这些政策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度的问题 不能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又带来另外的其他更多的问题 这肯定是不可取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掌握住 采用各种政策去协调使用 实现我们宏观条文目标的时候 要把握住16个字的要求 那就是目标统一政策协调 功能互补以及事实 事度 这是我们谈的这个值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06年的多选题 下来各项政策措施当中 属于财政政策手段的有哪些 我跟大家说了 谈财政政策 那就是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的一个问题 A 发行国债 发行国债是国家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 那就是获得财政收入的一种途径 那显然属于财政政策 B 调控利率 你看利率跟谁有关 利率跟钱有这些关系 所以这属于货币政策的手段 所以不是属于财政策的 C 财政补贴都带着财政两个字了 那显然它是属于我们的财政策 D 干预汇率 不管是利率还是汇率还是什么信贷 都是跟钱有这些关系的 这属于货币政策 E 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这属于财政支出的一种 就是各级政府之间 因为相当的这些资金的往来 比方说给予一些比较贫困的地区 以一定的资金支持 这笔资金是免费给的 这叫一个转移支付 所以也属于财政支出的方向 显然属于财政政策手段 所以这么一分析答案选择A C E 这三个都是跟财政收入和支出有职业关系的 属于财政政策的手段 而什么利率啊汇率啊 都是跟货币有职业关系的 属于货币政策相对这些手段的 这个还是很容易区分的 那么讲到这儿 我们整个第七章就介绍完了 整个第七章相应的内容并不是特别多 我们来梳理一下重要考点 第一节谈的是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与宏观经济调控 在这里面 国家有几个经济职能 三个 哪三个都选题 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第二个 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和营运 第三个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建设 它要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职能 注意这三个职能对应了它三个角色 我要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思路的一个链接和拓展的 再来看一下调控 主体是国家 对象是国民经济总体活动 这个地方分别按照相应的单选题要掌握清楚 另外 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这是社会化大产的需要 是国有资的要求 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需要 也是微观经济活动 符合我们宏观调控目标的一个需要 再来看一下第二节谈的是 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 方式和手段 目标有五个重要的多选离考点 第一个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的优化 这也是最基本的目标 单选题 第二个目标 保持经济适度增长 注意这个措辞叫适度 第三个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 第四个实现充分就业 以及收入分配要公平 第五个国际收支要平衡 相应的调控的方式 是有直接调控 也有间接调控 当然现在是以间接调控为主 单选题的考点 相应的调控的手段 有四个计划手段 经济提供手段和建议 法律手段 行政手段 当然最主要就是第二个 就是经济手段 我们知道间接手段为主 这个间接手段 主要就是通过这些经济手段来实现的 第三节谈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 及其综合协调的问题 重点介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先来看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手段呢 有五个 先是整个国家 它收入和支出的一个计划问题 这叫国家预算 那么收入从哪来 主要就是税收和国债 那么支出呢 主要就是财政补贴 一级转移支付 所以这样记的话呢 我们五个手段就记全了 多选题 另外它的类型有三种 平衡型的 紧缩性的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什么时候用紧缩性的 什么时候用扩张性的 我给大家讲的是非常详细 一定要数据清楚 再来看一下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工具叫三大法宝 存款准备金率 再贴线率 公开市场操作 这个讲的也是非常的细 因为这个在不管哪一个经济学的相应的学习里面 都是很重要的支点 所以剖析的是非常细的 它的类型也是三个 均衡的 扩张的 紧缩的 什么时候用扩张的 什么时候用紧缩的 也是重要的考点所在 这个才是有逻辑思路在里面的 既然有逻辑思路 那厨师老师是非常容易去出这样的题的 最起码能体现大家这个逻辑思路是不是清晰的 最后一个谈的是宏观调控的综合协调问题 我们在选择各种政策去配合使用的时候 你得有原则 你得有一个要求吧 所以目标得统一 政策得协调 功能得互补 还得适时 适度 这是我们谈的整个第七章 第七章相应的重要考点还是比较清晰的 希望大家能够熟练把握 这章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